韩庚首张个人专辑的上海歌友会即将举行 昨日他特地出席记者会以白西装黑西裤的装扮现身简单素雅 记者会上韩庚只是谈了最近的工作状况并没有表演 他说是要把惊喜留到歌友会 也会惊心选择专辑里好听的歌曲演唱 对于跟原公司的官司情况 韩庚表示全都交给了律师自己也不清楚 困扰的时期已经过去 现在心态很轻松 韩庚提到袁东家仍然说很感谢 在韩国的那段时间是很大的收获 之前原队友金西车来中国拍戏 韩庚也说两人已经联系过 自己去韩国的时候也跟他见过面 还笑颜下次西车来要带他去饺子馆 现在比以前组织跟那些兄弟还有联系吗 有啊 但是他说了 西车来了可能去吃饺子 大家关系做得很好 都很好